去世多年的妻子竟突然出现在家里 把丈夫吓得一击零 女儿却什么都看不见 面对神神叨叨的父亲 女儿有些不耐烦了 说你每天都不回家 如今妈妈走了才知道关心 男人甚至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 年轻时除了工作就是应酬 根本没有多余时间陪妻子 他小心翼翼地问妻子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可妻子却没有任何回应 而是一刻不停地做着家务 男人想上钱抱抱她 结果却扑了个空 男人怀疑自己大白天见鬼了 于是请来一名精神科专家 专家告诉男人 你看到的并不是鬼魂 而是妻子生前的记忆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执念太重 所以才留了下来 第二天 妻子背着包出门 男人偷偷尾随他来到医院 看到妻子从医院走出后 焦急地拨打着电话 男人立马回想起来 这正是妻子被查出老年痴呆的那天 当时自己因为工作太忙 所以没接妻子的电话 妻子当时该有多绝望啊 男人深知自己亏欠妻子太多 为了能多陪陪她 男人辞去干了三十年的工作 从这天起 他跟着妻子学会了使用洗衣机 还学会了如何包饺子 虽然脉相有些差 但完美还原了记忆中的味道 在妻子的指导下 男人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女人做家务这么辛苦 这天 男人发现了妻子的秘密 原来他一直在偷藏私房钱 随后妻子精心打扮出了门 男人好奇地跟上去 没想到妻子走进一家高档餐厅 独自吃起了午餐 这是他生前做过最奢侈的事 而那些私房钱也都留给了女儿 他跟着妻子来到一个公园 一位老人主动上前搭讪 说以前有个女人 总喜欢朝电车驶来的方向挥手 这时妻子突然站起身 又朝着驶来的电车挥了挥手 男人清楚地知道 这是他们结婚式的约定 妻子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坚持 而男人却早就忘记了 这天男人半夜醒来 发现妻子竟不在身边 他疯狂地跑到街上寻找 才想起这是妻子生前走丢的那天 当时男人甚至懒得去找他 他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 跑到公园才发现 妻子正坐在凳子上发呆 似乎忘记了回家的路 妻子的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 甚至连家人也认不出来了 这天妻子突然盯着报纸笑出了声 男人连忙上前查看 原来是动物园的猩猩宝宝出生了 回想起二十年前 自己曾在猩猩面前向妻子求婚 没想到妻子最后什么都忘了 却还记得那天求婚时的场景 在女儿的结婚典礼上 男人将发生的一切娓娓到来 当讲到妻子去世的那天时 女儿哭着求他别说了 男人却说这不怪他 原来在妻子去世的那天 他正在卧室里运衣服 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没拔电源就离开了房间 男人试图拔下电源并挪开运动 却发现根本做不到 他大喊让妻子赶快逃走 妻子却什么都听不见 很快妻子察觉到不对劲 已经逃到门口的他 却若有所思的反了回来 只见他从纸盒里掏出一张照片 竟是两人在星星恋前的合影 妻子离开的三年后 男人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他忘记了自己的家人 却还记得向妻子求婚的场景 还有两人之间的那个约定 当电车驶过时 男人站起身拼命向远方挥手 一如妻子以前做的那样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身边所爱的人 多花点时间陪伴他们 不要当失去了才后悔莫及